怀了超熊综合体的宝宝 难道就只能打掉吗 这确实是挺让人遗憾的 光明网报道说 四川有一对夫妇 最近产检的时候 发现母亲怀的宝宝 染色体多了一条 正常男性的染色体是XY 这个宝宝是XYY 这被叫做超熊综合体 大概每一千个男婴中 有一个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基因突变 什么叫超熊综合体呢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被定义的一种特殊的人群 超熊综合体的人的一个特殊特点 就是体格特别大 特别强壮 智商和正常人差不多 或者稍微低一点 最为关键的是很多人说 超熊综合体的人 他基本就是天生的罪犯 天生的杀人狂 甚至是无法教化 教育不了的 以往有很多恶性的刑事案件 这个犯罪分子 甚至对自己的亲人痛下杀手 毫不留情 结果一查 他们都是超熊综合体 所以现在在进行胎儿产检的时候 有一些父母就会要求进行这样的检测 怎么检测呢 在怀孕16周到20周的时候 进行养水穿刺检测DNA 就能检测出来 四川这对夫妇也是这样 当得知自己怀的宝宝是超熊综合体 而且是欠合体超熊综合体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慌张无助 也很犹豫 说这样的孩子要不要生出来呢 很多网友都说 这样的孩子如果生出来 你根本没法教育得好他 将来就是一个天生杀人狂 甚至有可能他的染色体基因突变 他可能还会有别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最终经过了接近一个月的犹豫之后 这对夫妇还是决定终止认臣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很多网友还说太好了 这下子少了一个杀人狂 我们也非常理解人家父母的心情 毕竟这个小生命已经几个月了 做出这个决定 他们也是非常痛苦的 但另一方面 我倒是想 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新婚夫妇 孕检的时候都要查呢 毕竟千分之一的发病率 这个比例不算低 是不是只要查出来了 是超熊综合体 就不能让他生出来呢 另一方面 那我们人群中有多少人 已经有了这样的情况 千分之一的概率真是不低 那难道说这个人 他本身染色体变异了 他就不可以活到这个世界上吗 也不是吧 咱们的杀人犯 罪犯没有那么多呀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 科学界 医学界 真得好好探讨一下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 好莱坞有个科幻电影啊 讲的就是未来世界 人类已经全面破解了基因密码 所以呢 每一个人 他的一生都要根据他的基因来定 你的基因决定你应该做什么 应当做什么职业 你的基因决定你是个好人 还是个罪犯 但是这样完全的按照基因 来确定一个人的人生 它是合理的吗 难道一个人很不幸的基因变异了 是超雄综合体 它就完全不能被叫化 完全不能融于这个世界吗